现在演了有多少部了呀 那太多了 几百部了吧 没那么多 没有几百部 但是没同意 如果这样急呢 那肯定 那急肯定 对对 现在一部戏都四十几 四十几五十几 冯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舞台的呀 我是1987年 我从东北考到中央戏学院 科班出身 我是对 学表演戏毕业 所以一直真正的舞台戏嘛 那就是 其实我毕业以后舞台戏没怎么演 后来就说 也算遗憾 上学之前就演戏了 没有没有 我也当过兵 然后当过工人 当过 我还是共青团的干部 还共青团干部 就是说您不是直接参加高考的 没有没有 我二十二岁 我已经算晚班 我都是超零的了 对 二十二岁上大学的话呢 确实超零了 对 我先是当了三年的兵 上大学晚 对 这我觉得特别好 他肯定是在那六年时间中 彻底想明白了 所以你看 你演角色的话 就相对比较轻松 因为你有很多人物的经历 这样的话 跟那个从学校出来就演戏 它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肯定是我的一个 优势 一个财富 你看我刚到中期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说做 做小品 我比我们班最小的大五岁 他们高中毕业直接就上了学校 然后他们做小品 都是什么中学生 那时候画条线 什么你弄弄我 我弄弄你 还有小孩呢 小孩 您这就直奔成年人的 对 而且我第一次汇报 我们班汇报 就是那时候表演戏 每个什么期末期中 有汇报演出 我第一次汇报就 我汇报的是我不对的事 所以我那时候就演过 我们当年的我们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 一个连长 我演我们的连长 然后我的一个兄弟演 我的一个通讯员 那么一段故事 所以当时就相差的 还是年龄 经历的 就是老师立马就觉着 哎 这孩子不错 这孩子算是大 这孩子 就工作的时候 是谁告诉您 您可以去演戏啊 我那个时候 我在我们 我们就说这个当地 也是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呢 我是算是共青 算是团委 我主抓这一块 那团干部都得 多才多艺 我们那时候就领着 就是这个工厂的 一些年轻人 做一些什么各用比赛啊 然后参加一些 什么文体活动什么的 然后呢 那你得带头啊 后来您在当地团干部 所以您就脱颖而出了 那这样也比较帅是吧 真不算帅 而且我一讲讲 我考中系的时候啊 我是坐着火车 我们家呢 离哈尔滨啊 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嗯 我们是随化市 哦随化的 随化市 然后呢 到了考场一看就 傻掉了 呦太帅了 人家啥都会 我们班的 就是现在经常我们 考到我们班这些同学 我们当年就讨论 经常会 当年谁谁谁 那个帅啊 我们我们有一个 一个同学 我们俩在后场 说马上到你们那儿 什么什么 一片茫然的 这商品怎么做 也不知道 我们的同学 现在是著名导演 说你这怎么样 你得这么样 刷 树畅 下去了 下去了 我特别好的一个兄弟 啊 现在是著名导演 就常小阳 哦小阳 小阳导演 哦小阳 还有这个 这个才艺呢 我们一块 所以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这 这 你下不去吧 我下不去 后来您 竟然就出试过了 复试也过了 对 我真是 我是我们班 唯一没有学过 表演的 嗯 第一学期时候 我就特别的 不自信 然后呢 老师就鼓励嘛 说你得从 先从自我出发嘛 嗯 就说先把你的经历啊 你的 整理一下 那时候做小品嘛 哎 就就我刚刚讲的 哎呦那我当过兵 我那是我亲身的经历 对对对 哦 跟老师一说这个事 老师说那你自己编啊 我们中系小品 都是自己编的嘛 嗯 哎 从那慢慢慢慢的 老师给的 找到自信了 鼓励说 哎 你这小品做的嘛 哎 一看就比较真实 虽然演不了中学生 但是可以演军人 但是我也很羡慕 我们那帮兄弟 那时候青春啊 嗯 你弄一下 特别天真浪漫 对对 然后我就那时候 到上中系的时候 就有点老七红秋 嗯 嗯 一看就数这种 那女同学都特喜欢你吧 没有 哎 女同学都喜欢这个成熟的呀 我也我跟你说啊 我 我是我们班的班长 嗯 哎 那您跟陈伟是同学吗 师姐 哦 他也不是一届的 师姐 他们85 85 那您跟谁是同班同学呀 我们班 我们当时呢 八七呢 是中系招了两个班 嗯 一个是我们班 我们班叫 戏剧院 就是编戏大庆班 嗯 我们是给 大庆专门招的 专门带陪的 嗯 印象的 然后呢 我们的生源呢 都是东北三省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班呢 就是和平他们班 胡军他们班 哦 胡军啊 陈小义他们班 他们班是 从从这画了一下 就没有 他们没有东北的 都是 关内的 哦 然后 你们这关外关内班的 对 当时这么两个班 关外班 关内班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是 那所以就 其实你们那两个班里 还出了不少 优秀的演员 对对 现在你们班里面 还有谁在一线演戏 您一个 我们班女生 好像都不怎么演了 嗯 男的好像 都在演 都基本还都都在努力 哎呦 真不容易啊